那接下來要介紹常見的眼淚 那各位眼淚是怎麼來的 我們可以再步行一下 眼淚是怎麼來的呢 是由誰跟誰混在一起 酸跟鹼混合不一定會綜合 酸鹼混合之後產生的離子化或是叫眼淚對不對 那眼淚是中性還是酸性還是鹼性 不一定 不一定喔 要看狀況 然後強酸加弱鹼 那可能它就不是中性對不對 所以要看它強弱的酸 酸鹼功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常見的 那這些眼淚的你要知道它的化學的分子是 好 第一個叫做碳酸甲 怎麼寫呢 看名字會不會寫 先寫甲對不對 K 然後呢 K什麼 K2CO3 好 K2CO3 碳酸甲 那個它怎麼來的呢 它其實就是 那個農夫呢 在種稻米之後 種完之後把那些稻草怎麼樣 有沒有看過人家燒稻草 為什麼它要燒它 肥料 其實就是肥料 它是一種肥料 就是草木灰 所以它被稱為叫做草木灰 好 那 農夫都會說這個東西就是變成肥料 對不對 好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 它是什麼性的 它其實是偏鹼性 弱鹼性 鹼性 鹼性 那 這個東西呢 其實早在 古埃及時代呢 就拿來做 做什麼東西呢 做肥皂 就是以前人就知道說那個草木灰可以拿來洗手 好 就是 跟油脂混合 它可以做肥皂 類似肥皂的 就是它可以洗 欸我們 我們現在不是有一種叫做環保洗碗精 這是一種粉有沒有 叫做Decor Decor 就是類似 它其實是鹼性的東西 可以洗掉那個油脂 好 它是鹼性的 好 可以讓這個 那個 綜合土壤的酸性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下雨就是下酸魚類 所以有草木灰的話 那個植物可以綜合那個酸性 好 這樣可以嗎 那第二個叫 碳酸幹 怎麼寫呢 CnCO3 好 碳酸幹很重要是它跟我們有生活中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誰的成分呢 大理石 大理石 大理石又叫做什麼呢 又叫做石灰石 或叫做什麼呢 灰石 好 你可以這樣進來 它就是灰色的什麼 石頭 就叫簡稱為灰石 灰石 好 那我們 我們常常拿它來做時間的加酸 它會產生什麼呢 產生什麼 我們要製造一種氣體叫做 二氧化碳 就是把它跟誰混合 跟鹽酸混合 對不對 它會放出二氧化碳 會泡泡泡 OK 所以呢 那它也可以來做水泥 可以做水泥 可以做水泥 可以製水 可以製水 什麼地方有很多水泥工廠 台灣在哪裡 花蓮 花蓮 以來 像我們家附近就有水泥工廠 就是 因為它們都會挖大理石去做水泥 OK 好 所以這是關於那個碳酸鈣的 還有像貝殼的成分也是 大理石或貝殼 所以像那個下酸鈴啊 其實對神影影響很大 對海中的什麼 珊瑚跟什麼 貝殼也會有影響 那個殼可能就會變得比較薄 對不對 好 第三個什麼 碳酸鈣 碳酸鈣的 學名要怎麼寫 好 化學名字 好 蘇打 NA 2 CO3 好 這個東西呢 簡直又叫做蘇打 不是小蘇打 是蘇打 對 叫做蘇打 不能吃的 叫蘇打 有 有蘇打跟小蘇打 不一樣 它又叫做 然後比較另外的殘留 可以知道是洗滴鹼 因為它可以拿來做什麼 洗滴 你知道嗎 就是洗東西 洗滴鹼 洗一些油啊 那些東西 那還有一些用途 所以它是鹼性的 它可以拿來製造 玻璃跟肥皂 就是玻璃的成分 可以做的 那注意喔 我底下有寫說 它加熱不分解 加熱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加熱還是 還是一樣是 碳酸辣 除非你加酸 它稍微有反應 所以加熱不分解 因為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 加熱會分解 是誰 跟它名字很像 叫做小蘇打 所以這個東西 加熱不分解 碳酸辣 請理解 好 第四個叫做 碳酸氫鈉 這就是最重要的 國中文會學到最重要的 一種 弱解 家裡面長出現 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東西呢 小蘇打 小蘇打 小蘇打又叫做什麼呢 又叫做培用鹼 就是烘培用的 所以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吃呢 可以 可以對不對 其實我們人體也會製造小蘇打 就是我們的那個 膽囊你知道嗎 因為你吃了胃酸的東西 它流到小腸 小腸什麼性的呢 小腸 減氣對不對 胃是酸的 但是腸子是減的 就是裡面有小蘇打的成分 好 它可以這個 烘焙用 那底下呢 可以做麵包 有一些反應 第一個是乾粉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的原底是 好 它是這樣 它直接把小蘇打加熱 混合那個氮氣 所以你加熱 三角形 它會放出 那個 二氧化碳 還有這個 碳酸鈉 還有水 好 所以它基本上 會放出來比較平衡一下 好 這樣子 OK 所以 就是 會放出一個二氧化碳 一個水跟一個碳酸鈉 好 所以這是 乾粉滅火器 那還有酸解滅火器 就是酸解中和 好 痾 酸解滅火器的話 就是會產生那個 硫酸鈉跟那個水跟二氧化碳 好 還有泡沫滅火器 底下已經列出來了 好 所以 只讓你知道很多滅火器 可以用小數拿來表示 好 好 我們把剩下兩個先想想想 還有油酸鈣 油酸鈣 叫做CASO4 這個是石膏 可以吃 可以吃 就是做豆花 豆花跟石膏 也可以做水泥跟油漆粉粒 好 最後一個 綠化那是 NACL 就是 鹽巴 主稱為石鹽 那你只要知道一下說 海水中含最多的叫做綠離子 綠離子會讓那個 為什麼會有海沙污 你知道淡水有一間海沙污 就是 那個東西都剝落下來 就是因為它有綠 綠會讓那個鋼筋水泥複蝕 所以 海水中不能用 不能拿來蓋房子 是這樣的 好 那海水中有綠化美 所以吃起來會苦苦的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第 第 第三至四結束 OK 那就下課吧